开拓者、太阳、熊禄正式完成三方交易 达米安·利拉德被送往熊禄 The Athletic记者Shams Karania和Sam Amick联合报道了交易内幕 7月初利拉德提出交易申请 开拓者和热货就有谈判 但双方谈判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在最初的谈判中 开拓者向热货索要吉米·巴特勒或者巴姆阿德巴约 热货相信开拓者根本没兴趣和他们达成交易 尽管利拉德和经纪人阿龙·古德温非常希望开拓者能够满足他的愿望 但遭到后者拒绝 多位联盟消息人士称 热货在7月和8月准备了三个首轮签 多个次轮签 2022年首轮秀《尼克拉约维奇》 几份到期合同以及将泰勒·西罗送去第三方球队的交易方案 但开拓者兴趣欠缝 双方谈判已经有了分歧 9月18日 开拓者开始认真的和全联盟的球队谈判 包括熊鹿 凯尔特仁 皮虎 猛龙 森林郎和公牛 同时利拉德的团队也开始认识到 他们必须考虑去热货以外的球队打球 利拉德回应了杰森塔图姆的招募电话 克罗宁在9月中旬开始不再和利拉德经纪人古德温交流 双方关系紧张 这也让古德温考虑利拉德想去的其他球队 想得到的利拉德巨星不止塔图姆 还有杨尼斯·阿德托孔伯 这就好